很多人都吃過外蘭的美食 人們的感覺沒喝口味 在三點有一個外蘭的小吃店 就要真對台灣人的味道來做調整 生理不錯 三點光信街 這間外蘭小吃店 因為所推出的餐點 相當符合台灣人的口味 常常有消費者來消費 說到店來吃白 就是這個生牛肉和粉 稍微酸的糖糖 喝起來相當的清爽不油膩 我們沒有加其他的那個什麼東西的 全部完成都是自然的那個重要 然後我們那個牛肉的話 就是我們買新鮮的 然後回來一片一片的切 對就不會買一整包人家切好的 對這邊我們牛肉賣的還不錯 另外收到人客家裡 還有白骨飯和海鮮河粉 今天外蘭白骨飯和台灣人 知道白骨不同 不參粉去吃 是跟白骨醃製後用會煎 排骨飯是我們完成 宴裡面是有上茅 還有其他的越南的料理 對 跟台灣的排骨飯 跟台灣排骨飯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我們完成沒有蒸粉 然後我們煎的是不是用炸的 我們煎的很少的油 然後味道起來就很好吃這樣 最好受到少年人歡迎的是這個法式米包 用烤箱和酥脆炒後 包上白火腿肉和特別製作配料 這還搭配一杯外蘭的冰咖啡 請求是這回很流行的早午餐 這個麵包也是是法國麵包 是裡面有肉粽啊 白火腿啊 還有小黃瓜啊 泡菜啊 還有那個肉 我們也是用的那個我們醃的肉來 煎煎好也是放在裡面 台灣的很愛是我們越南的小吃 因為我們東西沒那麼油 對 比較是比較很清爽這樣子 知道台灣人收到他的口味 要吃經過不斷改良 跟外人少吃兩喝台灣的風味 成功了到消費者的心 繼續分享電話三張台風報導